- 骨質疏鬆和骨折方面有醫治嗎? 如果是天冷,老人家就要小心了 若是冬天,對老人家很容易骨脆 特別是秋冬,不是說草,是很特別的 骨是容易脆的,所以在冬天,平時要多曬太陽 你冬天也要走路曬太陽二十多分鐘 他要製造維他命D 但曬太陽要小心,不要穿長衣服 穿毛衣服唯一綿納,整個手一定要曬曬 如果曬太陽,身體受日照的範圍 沒有百分之十以上是沒有效的 是呀,吸收不到的,範圍的面積 所以以前古代要曬背井 曬背井 熱天可以曬十五分鐘 冬天要曬二十多分鐘以上 早上曬曬太陽才會坐車 但要曬整個手臂和頭臉都曬曬 如果曬曬曬就沒用 你對製造的骨疏鬆會對症 吃些鈣片,但只吃鈣片都不行 一定要有太陽 這是針對性的,有什麼問題